可以这么说,这个可以看到几个方向的 第一个中国大陆本身在维建委 理论上劳宠某应该在他做决策之前 他应该可能和国内的维建委有适当的沟通 从而是一个适配的政策 看回香港首先,劳宠某的态度是死亡犯改 又死亡犯改 当中国大陆在放宽一些 包括疫苗接种、二维码、隔离 甚至乎在一些物件或者买卖贸易的流动 都在放宽 希望尽快让社会复偿 但是劳宠某不是这么看的 劳宠某说句话都是基本上反抗的 如果之前你说要做一些 就是劳宠某要做一些措施 配合中国的动态升联政策的话 现在既然在某个程度上都放弃或者放宽了 劳宠某是不是应该将这些相应的措施 都要检讨或者放宽呢?我觉得应罚了 不然他可以阻碍到经济复苏的 整体来说劳宠某基本上是完全不管 好像隔绝了中国大陆的一些疫情的放宽政策 但是他是不是完全不需要负责呢? 也不会的 因为本身劳宠某是我们的一个高官来的 我们的医务卫生界官员 那就是说他如果谈错决定的话 最终可能他都要受到一定程度上的一个政治责任 好了至于就是说 劳宠某会不会跟着有改变呢? 我相信劳宠某其中一个可能性呢 就是他看到北京是有在疫情那方面呢 那个抗疫政策有放宽的 但是他又看不到文面书面上的一些 就是一些重点 可能因为这样呢 所以他更加停在那儿 在等着运动 等着呢就是国家呢 可能在一个呢 就是这个找一些解决方案的时候呢 又同时间呢 放宽的过程里面呢 香港如果是完全不放宽 而结果引起了很大的民怨呢 劳宠某都要负责 那劳宠某之前 可能我们在这个节目都探讨过了 潘先生可能都记得了 每一次当我们探讨香港的防疫政策 能不能够放宽的时候呢 我觉得大家都在想到 如果大陆不放宽 你香港是否敢自己放宽呢? 那现在大陆放宽了 你香港都不敢去放宽 到现在为止 你知道劳宠某都说了安心初恒 现在虽然没有什么作用 但是以后是疫情爆发的时候 都有作用的 那今天李家超最深的信息就是 问他会不会取笑的安心初恒 他都说和医卫国开了会 会会检讨那个检讨 迟些会公布 就是现在最深的发展是这样的 就是本身你的预计 是不是不放宽都不行呢? 还有劳宠某为什么他都要坚持呢? 可能我们在前一个节目都说了 其实香港的一个专家 是香港大学的一个 应该是医学专家 是雪打 是一个印度锐的 他在香港的五大措施 五大措施的防疫 管制措施应该全部飞去 那个问题就在于 第一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因为本来的政策 就是因为来自中国大陆的动态清零 所以香港有适配的政策 当然香港正在走的那一套 就比起国内的其他城市宽松一点点的 比如澳门这样 澳门也要跟随中国大陆那一套的 你做核酸的话 你都做猛烈的 但是香港就没有这样的情况 香港没有做全民核酸的 但是会不会呢 就是卢宠某应该呢 都要跟随的部分 比如澳门 那之前是跟随中国大陆的 现在都同时间放宽 会不会准备准备之后呢 香港变相呢 是比起国内其他城市 在国内更加严呢 或者呢 会不会卢宠某再不肯放宽 是结果会引起才会复核呢 是对599的条例呢 当中的不适用条文呢 进行这个复核呢 结果呢 卢宠某其实都要付出呢 一定程度上的代价 或者就是一个反应 我反而自己个人觉得呢 卢宠某为什么要死鸡撑范过去呢 我真的不明白 因为呢 如果你说这个国内的政策的话呢 澳门呢 其实呢 在走着的 一些放宽的路呢 基本上呢 都是很自然 和很出着自己的 就并不是说国家要做什么 我也要做什么 那某个程度上呢 他都是就着自己自身的复甦啦 或者经济发展呢 是有了决定的 但是卢宠某似乎呢 在这方面呢 是没有跨部门的协作 而导致一个人呢 好像乱七八糟的 那些人都说到啦 如果卢宠某 他做得不好 或者是防疫政策 有些措施的 他会被问责 或者他现在又等会到 那他 好像有一个话题 可能大家都 我知道你很累 你先喝一口水吧 一不够氧气我就这样 所以我开了 哦 就是现在那个卢宠某 他的防疫 怎么说呢 他这个部门的措施 是不是他自己可以推出来的 他会不会跟李家超商量一下 然后再推呢 然后或者他会不会 他又推行任何政策 要听一下更加上面的指示呢 我想这样的 卢宠某应该是 他因为是医务卫生局局长嘛 他应该是在他下面的专家组 应该定期 或者有一个不定期的一个沟通 就跟国家卫健委是有沟通的 我相信是有的 某个程度上 在一些政策的调整 或者政策的方向上面 可能都会知会 但是知会就不是代表你问准了 理论上 卢宠某应该是很适当地 制定一个政策 然后其实卢宠某不是做决定的 卢宠某本身应该整个政策 解释给李家超听 接着李家超在行政会议提出 有行政会议的非官首议员和官首议员一起听过 是都觉得可行了 通过了 那就是李家超向社会推行 就是这样的 无论改新的好 或者并听着旧的都好 但是另一方面 就是其实这个本身很多的抗疫政策 其实都来自599章的法例 就是一个就是紧急法 就是说开始 就是我想香港人都会最终会看到 就是是不是卢宠某可以华视呢 其实如果理论上看一个宪制 就是卢宠某是提出的 接着就由李家超向这个行政会议 就是包括非官首议员 就去做一个咨询 是当大家都觉得可行的时候 才是集体负责制是颁布的 所以卢宠某在想到这个政策出来之后 他并不是一条龙地由他去负责了 是最终审批和执行的 理论上审批和执行是卢宠某之外的 也是在李家超的权力范围里面的 因为就行政会议通过已经是需要了 好了 这样的情况之下 但是其实也衍生了另一件事 如果卢宠某或者是整个香港政府 在疫苗或者在那个抗疫的放风政策 没有一个锋绑呢 可能都惹起一些社会事件的 在香港可能都有压力的 因为很多香港行业的旅游业 差印零售都是受着现在疫情拖长而影响 是负面的 嗯 所以现在的沿途都是劳宠某那里了 潘先生 我想问现在大陆放宽了 对香港的经济有什么影响? 直接的影响相对是没有的 因为人员没流动 香港人和中国大陆之间 中国大陆不是我不可以下来 不过又要有一些足够的隔离 对于整体来说对中国大陆 和外国旅客都未必是吸引的 而香港上去更加问题多的 可能是要查的 要限制的都是多的 深圳本来有个疫站 就是那个抗疫疫站 就把配额减到一千个 由二千个减到一千个 但是很快它配合国家政策 已经复化了要放宽了 虽然香港人回大陆 是需要这个配额制 就是说有了这个 就是在大陆的酒店房 做到隔离才可以上去 但是会不会国内很快 就是可能在六年前 当然是都会松绑了这些隔离政策 而导致就是香港需要 或者就是劳宠某需要 就是会逃避 这个我仍然觉得 就是现在时间上浅的 劳宠某纵使 就是死鸡撒饭国坚持住了 但是我相信再过多一个月 在六年前 怎么也会有个交代 甚至有传闻 就是说现在香港和中国的边境 那个海关或者就是过境站 在福田是重新 昨天就有中国大陆的市民 是发觉了那里有亮灯 那就是说可能现在是做好准备 亮灯里面的内容可能改变了之后 可能这一方面除了供应之外 就是私营的一个 这类系统都会插手 帮忙都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